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Jessica 4月初,日本警方披露在日本公司工作的一名中國籍員工 將該公司商業秘密洩露給一家中國企業,事發後逃回大陸 近年來,與中共有關的攝取日本機密事件頻頻發生 日本前情報專家呼籲加速制定相關法律 對接觸機密資訊的人員進行背景調查 據日本媒體報導表示 這名中國籍員工在日本一家電子設備生產企業工作 他在2022年將該公司有關智慧農業的技術 通過社交媒體SNS發給在中國工作的兩名熟人 報導稱該名男子是中共黨員,與中共軍方有接觸 警方認為該男子涉流的資料屬於商業秘密 以涉嫌違法為由,對該男子進行約談 男子承認自己攝取了技術,並在約談後離開日本 在今集工業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藤谷昌敏 向大紀元表示,中共要攝取哪些技術 通常都是由商務部決定 由公安部具體實施盜竊 中共商務部發表的2022年版《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中 包括與智慧農業有關的軟件技術、設備等 中國正在促進農業的現代化 作為其糧食安全措施的一部分 藤谷昌敏曾在日本的情報機構、公安調查廳擔任情報專員 負責調查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的間諜活動 藤谷昌敏稱,除了商業部、科學技術部也會派技術官員 進駐中共大使館收集分析所在國的技術情報 在他還是情報專員的時候 就知道東京的中國大使館經濟商務處裡 有一名類似的官員 近年,日本發生多宗與中共有關的經濟間諜事件 而震驚日本社會的莫過於2021年被曝光的 留學生黃建斌的案 在大阪一間大學就讀的留學生黃建斌 經原公司老闆介紹認識了一名中國女性 有一天,他向黃建斌發短訊說想買日本的U盤 在滿足了他的要求後,黃建斌獲得了相應的報酬 隨後他的要求逐步升級 直到有一天,他叫黃建斌在日本租一台網絡服務器 再將用戶名的密碼發給他 這台服務器隨後被用於2016年 對日本200多個機構發動的網絡攻擊中 包括日本輿航機構JAXA、30電機和多家大學都受到攻擊 歸名女子後來要求黃建斌購買東京某公司開發的防毒軟件 該軟件的銷售對象只限於日本公司 黃建斌為此偽造了日本企業的名稱和個人假名 但對方公司還是發現異常並報了警 日本警方認為中共軍方這樣做是為了找出日本安防軟件的漏洞 2016年,已經在日本找到工作準備就職的黃建斌突然回國 據媒體報導表示,黃建斌和這名軍人妻子一直保持聯繫 2017年黃建斌再次來日本,這次警察就找上門了 黃建斌承認協助了中共軍方的網工 警方也約談了二官官名義進入日本的中共軍人妻子 但兩人隨後都迅速離境回國 2021年年底,日本警方對黃建斌發出逮捕令 並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出通緝令 這次是日本警方第一次詳細地披露中共間諜事件的 在此末,並指出中共61419部隊實施了間諜行動 該部隊負責中共軍方對日本和朝鮮半島的網工行動 騰谷昌敏向大紀元表示 這次是因為日中關係緊張 中共間諜活動日益猖獗而至的 此前是為了不惹怒中共 這樣的事件都會被低調處理 但是現在日本不想再忍了 中共間諜活動主要是利用以普通民眾的人海戰術為特徵 2017年6月生效的中共國家情報法規定 中國公民和中國公司有義務配合國家機構的情報活動 這種趨勢進一步加強 該法律的制定在日本引發了關注 輿論認為任何一個在日的華人都有可能成為中共的間諜 哪怕他並不喜歡中共 黃建斌案的曝光 增加了民眾的這種擔心 騰谷昌敏表示 由於日本沒有反間諜法 無法對間諜行為進行執法 只是能對其作為違反出入境管理法 盜竊等輕罪處理 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著名化工企業 積水化工的一名研究員的案 這名日本男子在2018年8月 將用於智能手機足平的導電微粒子製造工藝 用電子郵件發給位於廣東潮州三環公司的員工 將手指在足平上的動作傳達給手機這個技術 就是通過利用導電微粒子實現的 積水化工該產品的試佔率居世界首位 廣東潮州三環公司是一家生產先進電子元件、材料的企業 業務範圍覆蓋5G、光通訊、智能終端、新能源等領域 監控系統生產廠家海康威時 戴華製使用該公司的產品 2020年10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了該公司 強調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新之路 該研究員雖然被起訴但只是被判處緩刑 在被公司解僱後他進入中國華為工作 在這幾年來美中關係日益緊張 令到中共難以再從美國偷渡技術 日本的技術就成為中共的目標 騰谷昌敏表示 當無時及是盡快建立安全審查制度 該制度將規定只有通過審查的人才才能接觸機密資料 首相岸田文雄在2021年10月開始執政後 積極加強國防和經濟安全保障 在2022年5月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法案》 並在內閣改造時任命保守派聖志嘉高市祖苗 擔任經濟安全保障大臣 高市祖苗大臣早前在電視節目上表示 將盡快推動制定安全審查制度 對涉露資料的人員可能會處以最高10年的監禁 騰谷昌敏認為 如果有一天中共軍隊用從日本偷走的技術開發武器 並攻擊日本 他想沒有一個日本人會接受這一點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江左宜採訪報導 本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訂閱、按鈴鐺 или按鈴鐺 、按鈴鐺 動阻止 ve